中国制造的两轮电动车彻底火爆全球 销量激增200% 一辆车330美元 并且还可以70年 美国成最大市场 对此联合国都表示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那中国的两轮电动车为何如此受欢迎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近几年 由于全球能源紧缺 环保问题日趋突出 节能减排 方便快捷的电动车逐渐成为人们短独出行的首选方式 所以电动车迅速风靡全球 并吸引了全球各国的关注 其实从十多年前开始 不少国内电动车公司就开始涉足对外贸易 但因为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国内 而且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 所以对于扩张海外市场并没有那么迫切 不过近两年 国内电动车的市场结构已经基本形成 所以很多国内电动车企业又一次将目光转向了国外 中国电动车的海外市场在一些头部企业的带领下 出口的道路也变得越来越广阔 据商务不同计 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两轮电动车的出口量已达206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9%以上 预计出口总额将达355亿 两轮电动车的出口已有望实现新的突破 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主要原因是美欧市场快速的崛起 那么中国电动车海外市场的迅速发展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一方面诸多海外国家号召节能减排 绿色低碳出行理念盛行 现如今碳减排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很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以鼓励大家绿色出行 出于环保及节约能源考虑 不美国家针对电动车都有相应的补贴 英国的最高补助为20% 德国为28% 法国为26% 荷兰为35% 美国一些州也有反点计划 中国的电动车在美国售卖价格是330美元 可以骑行十年 纽约州将为电动车车提供50%的反点 德海俄州给买车反点300元 丹佛买车反点400元等 而根据市场的预测 2030年后 全球电动化比例将会高达200% 其美国将会最大市场 也会促进我国电动车的出口 另一方面 电动化成为未来长期发展趋势 在全球各国政府持续加强绿色政策倡议的推动下 以越南 印尼 泰国为代表的国家 相继出台相关政策限制使用传统油膜 油改电成为趋势 另外 据数据显示 海外每年会产生2700万辆电动摩托车需求 凭借多年的技术积累 如果能吃下其中的60% 那中国将获得972亿元的市场空间 潜力巨大 如今 电动行业的龙头企业已经纷纷起航远征 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更大的国际市场 踏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据悉 以爱马 雅迪 绿元 台灵等为首的国内知名品牌 迅速进入海外市场 采取了战略合作 海外建厂 快速物流响应等方式 中国爱马电动车企业与德国 今签署全球战略合作协议 开启全球品牌战略布局 雅迪 绿元在越南建立海外生产基地等 台灵打造全球化运营的团队 建立全球营销网络 成立单独的国际市场产品线 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电动车在海外市场取得的优异成绩 离不开外部需求和内部因素的共同驱动 借着国外需求上升的东风 国内两轮电动车的出口量持续增加 但是在火热的销售形势下 不同的市场需求也不容忽视 深入了解不同地区的消费者 立足于市场需要 因地制宜 针对不同的市场类型和性能要求 充分发挥两轮电动车品牌制造 研发 供应链方面规模优势 打造符合目标市场用户需求的产品 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爱马电动车作为中国两轮电动车品牌 高端突破的典范 爱马旗下多款旗舰高端车型 深受海外用户青睐 海外销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在2022半年报中 爱马国际业务收入为1.17亿元 收入同比增长了111.69% 业绩增长为远超两轮电动车出口大盘的增速 台灵作为中国电动车产业链 唯一的联合国电动出行合作伙伴 台灵是联合国环境署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一支重要的中国力量 台灵打造了全球化运营的团队 建立全球营销网络 成立单独的国际市场产品线 为其全球化的布局加分提速 不仅如此 与很多制造产业一样 中国电动两轮车在供应链方面的优势明显 甚至要更加突出一些 我国的电动两轮车供应链中不仅有着大量车架 速扣和轮胎等优质制造商 同时在关键部件如电池 电机和控制器等 同样处于绝对领先优势 技术成熟领先 可实现电动两轮车全品类产品的供应保障 据数据统计 我国拥有超过73万家电动两轮车相关企业 有浙江 江苏 广东 天津等产业集权 供给能力和制造优势突出 当下 国内传统车企纷纷出海 不仅是为了增收海外贸易利润 更多的是出于利润摊薄现状和开辟新市场而做出的战略选择 随着国内电动车行业竞争激烈 使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问题 想要持续良性发展 就需要不断开拓多元化消费市场 以此来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而海外市场的电动车市场 亦不像国内竞争这么激烈 而市场渗透率也并不算太高 因此对于国内的电动车品牌 选择出口为两轮电动车企业提供了新的增量市场 而023年在世界级展示平台亮剑尖端智能制造 让更多贴有中国制造的高性能 高品质 智能化的产品涌入海外市场 其实也反向促进企业自行 更加坚定技术自信和产品自信 扬饭出海 乘风破浪 这对于全球用户而言 是一场低碳环保的绿色出行新风尚 对走出去的这些企业来说 随着全球电动化趋势的风口全面开启 此时正是构筑全球出行市场话语权和主导权的最佳时刻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样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尤其是在中国目前同样掌握着包括电池 车辆智能控制系统 以及高性能电动机等一系列尖端科技的情况下 中国汽车生产的竞争力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 再加上中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规模 国产汽车的竞争力实际上并不低 甚至还有资格和马斯克的特斯拉一争高下 2022年 中国汽车出口311.1万辆 超过德国成为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2023年1至4月 中国汽车企业出口137万辆 同比增长89.2% 其中第一季度出口99.4万辆 同比增长70.6% 已经超过了日本的95.4万辆 从趋势上分析 今年中国汽车年度出口数据超越日本 成为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看上去只是时间问题 出口数量激增 得益于电动汽车蓬勃发展 对于数据显示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目前占全球的60% 东立电池 电池材料占全球的70%至80% 从出口目的地来看 中国汽车出口正转向欧洲 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市场 其中电动汽车的出口额排名前三的市场是欧盟 英国和澳大利亚 由此可见 尽管中国出产的传统汽车 也在部分地区热度不断提升 但电动汽车是中国汽车产业 真正实现超越的大杀起 对于现在中国汽车的生产和销售产业而言 中国自身 以及欧洲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广 对于他们来说 既是最新的机遇 也同样是竞争的开始 随着中国新能源车销售速度的持续 飞涨以及各类零部件供应的短缺 中国企业在将新能源车销售到国外的同时 也必须解决相当部分零部件 必须从国外进口 才能满足车辆生产需求这一前提 才能确保该产业未来依旧能够充分发展 也只有这样 中国才能巩固自己在动力 车辆智能化 五联网等 一系列关键技术为中国争取到的空间 有效巩固市场 并确保中国电动车销售成绩 依旧能够在欧洲市场上持续占优 并确保中国产品在有着创新能力的同时 其基础质量也同样能够符合欧盟越来越严格的标准 最终让中国新型造车企业 与西方各国传统产业发展而来的造车企业 有能力进行竞争 面对这样的大背景 当下大国竞争局势正发生着微妙变化 在这场最新产业革命中 把握机遇意味着扼住产业迭代升级方向 敢于尝试意味着在重塑产业结构中占据先机 大国博弈 是战略 是思想 更是一个个实在的产业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定义 我们下期再见